前不久,一座埋葬在水面上的苗王墓意外被人们发现 现在,考古发掘的一些古墓大多数都是埋葬于地下 比较符合入土为安的习俗 但是,在贵州的一个苗族村站 当地的一座苗王墓被村民密传了500多年 传说中的苗王墓就在水面之上 而且,周围还有毒蛇守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传言是真还是假 接下来就带领大家解开这水上苗王墓之谜 新来的朋友麻烦点点关注 后面的视频更精彩 这件事情还要从贵州的一个苗族村寨说起 这一天,村寨里面来了一批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老吴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 无意间听到村民们在谈论有关苗王墓的传说 据村民们描述 他们这里有一座埋葬在水上面的苗王墓 如今已经将近有600年的历史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老吴顿时兴奋不已 但是,正当老吴想要往更深方面了解这座苗王墓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们竟然变得开始蜘蛛乌起来 好像有意的想要隐瞒什么重要的信息 还好老吴在和村民交谈的过程中 无意间听到了一些有关苗王墓星星点点的线索 老吴把这些极少的线索连在一起 发现,这座墓极有可能在水中间 而墓主人就是曾经摘在里面最凶猛的苗王 因为苗王的身份十分的特殊 所以,苗王去世的时候 当地的人们对他的葬礼也是秘密进行的 但是,每当问到有关苗王墓的时候 村民们总是支支吾吾 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 因为当地村民的不配合 老吴只能了解个大概 这个时候的老吴心里也明白 如果这样下去 想得到墓葬的具体位置几乎为零 但是,老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每天都来到山寨里面观察 实地勘察 希望能在寨子里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长时间的去了解这个地方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山寨的后面有条苗王河 传说苗王墓就葬在了那条河上面 老吴猜测 这条苗王河肯定有他要找的线索 于是,老吴决定去苗王河寻找答案 等他到了苗王河 整个人都蒙了 这里除了一条苗王河 还有就是一望无际的山林 要想从这里面找出来一座墓穴 无异于大海捞针 无奈,老吴只能找了一位山寨里面的老人 来为自己印路 寻找传说中的水上苗王墓 在路上,老吴心里不禁感到疑惑 当地的苗王可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在山寨里面可是享有特殊地位的人 怎么可能埋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呢? 苗王墓不应该埋在水上面吗? 此时的老吴已经来到了上游 他刚一抬头往山上瞧了一眼 只见悬崖上面出现了一座悬棺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水面之上的这座悬棺刚好符合水上墓的说法 可能对苗族比较了解的应该知道 悬棺是苗族人安葬祖先的一种特殊葬制 在湖南、湘西等地 曾经就发现了很多次和这种类似的悬棺 在苗族人看来 悬崖上的悬棺就像是一艘灵船 可以将死者的灵魂通过河水带到另一个世界 就像中原地区的入土为安 让死者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说法不谋而合 这种特殊的葬制 在苗族的历史上已经发现了很多次了 悬崖上面的这座悬棺是苗王的墓吗 为了揭开墓主人的身份 老吴决定去悬崖上面打开悬棺 为了能够顺利地到达洞穴 最后在村民的帮助下 才顺利地打开了悬棺 可是在打开悬棺以后 老吴脸上面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因为老吴觉得 这根本就不是苗王墓 根据当地老人的描述 苗王是一个很强壮的人 最擅长使用的就是那把大刀 就是拿到现在也要两个成年的男子 才能勉强地扛起来 因为这把大刀重达120斤 据说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 武圣关羽的青龙艳月刀也只有82斤 老吴推测 能领起这把大刀的主人身高最起码一米九以上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玄关里面的墓主人 墓测身高最高不会超过一米七 所以这身高实在是太悬殊 很难把它和苗王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这个苗王墓就是眼前这个玄关的话 那么就和之前老人描述的苗王墓就产生了矛盾 因为这座玄关在岸的对面 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然而这个寨子里面 却从来没有传出苗王墓被发现的消息 如果这个玄关不是传说中的苗王墓 那真正的苗王墓又在哪里呢 正当老吴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人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阿公带他去过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在外面放牛 家里面的人总是叮嘱不要去苗王墓的附近 也不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不然就会有毒蛇跑出来咬你 如果你一不小心失手打死了一条毒蛇 那么他就会一生二二生三 就这样一直叠加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毒蛇出现 开始的时候老人压根就没有听进去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可是眼前这件事情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老吴决定要去这位老人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这个时候老人竟然提出了要继续担任老吴的向导 老吴听到这个消息 别提有多高兴 就这样老吴按照老人指示的那条水路走去 当他试图走入这河潭深处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一幕让老吴有点惊慌失措 原来水里面有两条大蛇正在那里游 也许是因为老吴他们来得太突然 那两条大蛇一闪而过 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要是按照山寨里面的传书 苗王墓的周围有毒蛇守护 那么这两条大蛇会不会就是守护苗王墓的呢 老吴越想越兴奋 就在老吴还在沾沾自喜的时候 在离他不远处的地方竟出现了一座石山 刚好耸立在苗王河的中间 这不刚好验证了老人口中的苗王墓的位置吗 苗王河的流水从山的两边流过 将山河两岸隔开 站在河边上根本看不到山顶 这非常符合苗王被秘密埋葬的地方 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简直就是极好的风水宝地 难道这里就是传书中的苗王墓 为了解开这个几百年流传下来的谜题 老吴决定爬上山顶一探究竟 可是找了很多条路都不能通到山顶 又找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通往那里的一条水路 不过要想到达那个地方就必须游过去 要知道刚才看到的两条大蛇还在这河流的附近出没 如果贸然下水遇到大蛇的话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老吴已经把这些危险抛到了脑后 但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 直接跳到了水里面悄悄地靠近河中央 好在有惊无险 老吴安全地到达了山顶 可是山体是垂直水面的 而且四周都是悬崖巧壁 要想攀爬上去 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老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再难也要爬上去 就这样老吴小心翼翼地 尽可能抓住每一块石头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达山顶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只听到一声扑通的声音 老吴垂直地掉了下来 还好下面是河水 要是换中陆地 恐怕老吴往后的日子 就要在医院度过了 老吴被吓得不轻 但是老吴只是稍微地休息了一会儿 就决定要再次尝试 这一次的老吴变得更加小心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老吴顺利地到达了山顶 在一片杂草之中 老吴竟然看到了一座木 木上面还有清明时节 留下来的竹根 不过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老吴的注意 这座木竟然没有木牌 这座木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一定和他们这个寨子存在着某种联系 老吴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 再次地回到了山寨 将自己看到的全都告诉了村民们 这一次村民们没有再隐瞒了 而是把寨子里面五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老吴 原来五百年前 苗寨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 粮食颗粒无收 当地老百姓逃荒的逃荒 走不动的老人小孩 就在寨子附近寻找树皮果腹 当时的日子可谓是民不聊生 再加上 当地的官吏没有积极的诊载 反而变本加厉地 对村民们施加税收压力 最后百姓走投无路 就发起了武装起义 当时的苗王率领各债的苗民 和十万多战士参与了武装起义 可是最后失败了 苗王也牺牲了 最后老百姓选了一块风水宝地 就把它葬在了那里 也就是苗王河中间身上面的那座墓 听到村民们的讲述 这个流传了将近六百年的苗王墓 才算弄清楚 不过还是有点遗憾 就是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而村民们所讲述的也只是传书 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 还有待考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留下您的见解